这个鱿鱼游戏风行全世界 这个游戏为我们展现到 为了金钱或者生存 人性可以几黑暗 不过香港人从来都是生存游戏的专家 我们在英国统治下生存 我们在中共统治下生存 我们经历过7387股灾 89民运 金融风暴 03沙士 金融海啸 一射遇散 都生存到 这次游戏又怎样呢 GG Channel 一个全新综合的娱乐时事频道 为你们记录历史 见证时代变迁 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 GG Channel 事播开始 各位朋友 欢迎来到今天这条短片 亦都是PATREON优先的 亦都欢迎大家继续留在GG Channel 如果支持我们 希望大家可以按赞和订阅 如果想优先看这些内容 或者一些独特的PATREON内容 欢迎加入小弟的PATREON 亦都多谢大家支持 今天来一节是讲讲国际新闻 有几单跟大家更新回报一下 首先 话说Nancy Pelosi本身打算去台湾 但就退后一点 让拜登和习近平先通话 的确是的 如果Nancy Pelosi去了台湾 你也不用自己谈 但谈来做什么呢 你问我谈来是浪漫的 谈来是浪漫的 等于习联司机和普京聊 但没办法 民主党美国佬是喜欢搞这些事情 他觉得会谈到一些事情回来 在今次第五次谈 我想问 对上四次谈了什么 对于中美局势有什么改变呢 对于你美国 你觉得你不满意中国地方 有任何的改善吗 是吧 浪漫时间 你做总统有空 好了 有些事情说是无用的 你要做出来才有用 对吧 你做出来的人就会改变 对吧 你不做事只有港字 那就不带到港 好了 聊了两个小时 星期四 昨天美国时间早上谈 由八点半谈谈到十点十 大约是两个小时十七分钟 是拜登和习近平的第五次通话 我们先听听习近平说什么 根据报导 习近平说 当今的世界动荡变革 那些废话 中美两国引领维护世界和平安全 促进全球发展是两个职责所在 从战略竞争的视觉去看待 和定义中国是主要和最严重的挑战对手 是误判和误毒 会误导人民和国际社会 第一件事 有你中国就不会有世界和平 就说完了 所以如果美国要维护世界和平的话 你一定要对抗中国 逻辑很简单 长期对手最严峻的对手 是美国视理位 欧盟也都视理位 欧 英、美、欧 这三个世界最重要的文明范围里面 都是视你中国为最严重的对手 那你就想一下为什么 因为中国强劲 因为中国强劲 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呢 当然中国知道 终衰一战 但是他也不希望 中国人会觉得 为什么美国又会当作最大对手 欧洲就当作最大对手 英国当作最大对手 难道我们有事做错 中共是不可以错的 中共是不可以让市民觉得 任何自己是有错的地方 不可以让国民有信心动摇 所以他当然也希望你美国 不要开口埋口 就是说中国是最主要的对手 因为如果美国是最主要的对手 其他全部都跟对了 很多都跟对了 第二 他说中美应该 就着宏观经济协调 维护全球产业链的供应链稳定 保障全球能源粮食等重大问题 保持沟通 他说脱欧就无助振兴经济 只会令世界更脆弱 脱欧是绝对帮不了美国经济的 但是是会帮到这个世界的文明 因为只要的供应链 重要地牢牢地 是需要有这些极权的国家 和一些不文明极权的国家存在的话 这个世界怎么能明白呢 是吧?没有明白的 当一个国家 你也知道新疆的事 香港的事 台湾的事 国内的事 极尽打压人权的能事 然后你和他不停做生意 那他就更加变本加厉 就是这样而已 好了 也不要说到这么伟大 要把供应链分散 大部分都不是因为这个道德的问题 这个文明的问题 而是 这个真的关于利益的事 脱欧 不是很合乎每一个国家的利益 但是所有供应链放在中共那里 就更加不符合利益 一旦有什么事 第一就是被你捏住春袋 第二 你不停封城 你又封城 第二 你经济也有放缓 是不是 然后你经济可能会动荡 种种东西都会影响着这些国际贸易 所以 是一定要脱欧 是不是 所以你又错了 习近平 脱欧最终极 是非常之有助经济 是不是 好了 继续 双方要推动地区热点问题切火降温 那你又帮俄罗斯 俄罗斯 现在摆明是在入侵人家乌克兰 入侵人家 在武力威胁 而你是在援助俄罗斯的 如何去帮助问题切火降温 这是第三点 是不是 三点都错了 第四 你尽力帮世界尽快摆脱疫情 你自己就搞一个疫情搞得这么严重 是不是 维护以联合国核心的国际体系 和国际法为基础 你不自己 中共不根据国际法 防这个南海公约仲裁 你又不叫你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直接说你香港国安法 就是违反人权公约 要求废除 你听不听联合国说 最后讲台湾问题 习近平说 一中原则是中美关系 的政治基础 我再清晰地和大家讲一讲 这个一中 是中国还是中共 如果 中国一定是中共的话 有没有可能 一个中共原则呢 是没可能的 如果中国等于中共 一中原则是晒气 没可能发生 如果中国不一定等于中共的话 你展示给我看 你展示给我看 你是会有政党轮体 有没有可能的 没有可能 直至到你展示给中国 不等于中共为止 这个一中原则 是可以扔垃圾桶的 只是历史的说 如果中英联合声明 都是历史文件的话 一中原则是晒气的 如果中国实质上 就是中国就是中共 所以 就一中一台 不要说那么多 因为中华民国 是比中华人民共和国 比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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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得非常清楚 我觉得很清楚 这个道理 好了 他说坚拒反对台独 没有台独分裂 从来都是一中一台 没有分裂 你会不会说 日本和南韩是分裂的 韩国会不会说日本是日独 日本会不会说韩国是韩独 我说不会 你中共 你共独就可以 因为中华民国比你早 是你自己分裂出去的 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 还有 他说中国政府人民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你找回你俄罗斯的几十万土地才说 好了 我想问一下这个会开来做什么 真的好笑 我真的不知道开来做什么 好了 好了 今天其中一个我想说 就是Nancy Pelosi 究竟是不是去台湾呢 现在将议程 放在议定的tentative 倾向会访台 但未必会访台 这件事搞得这么低能 如果你要去 不用说那么多 一去就去 不用出声 你这样说的话 事情就越搞越噁心 但是我想告诉你 这件事Nancy Pelosi是贏家 你不要以为他输了 他不知多么风云人物 现在成为 对吧 他成为了世界焦点 OK 我挺重要的 我是影响中台关系的 好了 那就 根据媒体报道分析 就说这件事就算连白宫 和国防部 都有意见分歧 拜登说过 军方认为 这不是一个合适的时间 而是一个好主意 然后白宫也希望取消行程 他说 担心的是 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之制 会出现误解和爆发风险 甚至说 又会打飞机下来 又会什么 什么什么 还会说 可能会 提早增加对抗 就是这样的 我说这些分析 就是晒气 这些后面有很多分析 我说晒气 我第一个最基本的分析 当然是 美国和台湖 中国都没得缩 中国就一定要继续打罪跑 而美国呢 你一取消的话 一定是因为中共的压力 你怎样兜 你没得兜的 你死定了 中期大选 那你说 但真的怕有什么事 他们有个迷思 就是不要主动挑起争端 那我想问你 你避免什么时候 二十大前不是一个好时机 难道二十大是一个好时机吗 是不是 没有一个好时机 你问我 二十大前他才不敢动 他才不敢动 我告诉你 他已经负担得起开战的后果吗 是不是 他现在已经是 经济已经去到崩溃边缘了 他还负担得起打仗 当然你美国也未必负担得起 因为你通胀那么高 但是是比较大的 喂 美国佬何时会变成一些 那么畏审畏美的缩头龟 是不是 但你说难道我们不要主动挑起争端 林斯普通过去台湾而已 挑起争端 是不是 我 就是 而且重点是你避免什么时候 你没想到美国白宫又这么渴落 美国军方又这么渴落 是不是 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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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件事 我都不评论了 你搞到这样 是吧 你去他再说吧 鼓尼毛鼓尼浪气 鼓尼浪气 所以 就算他去 美国这次的态度也是废 是不是 通常去了什么呢 他通常去了就没什么 可以怎么办 握手 见一下蔡英文 见一下莱青德 见一下游石坤 见了握手 握手就走 可以怎么办 林斯普通过去怎么办 难道成立美国驻台大使馆 难道成立台湾国家 没可能的 是不是 所以呢 事前就说到老年这么大 通常发生完之后 两件事是过去的 OK 那么 会不会有意外 那就意外再算吧 好了 今天就说到第三个新闻了 第三个新闻就是说 媒体有指 美国有可能想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 哇 那么中国当然是窄窄跳 大哥 那么 国防部就说这件事 就是严重威胁地区国家安全稳定 那么 就说 商讨日本的西南猪岛 就报到中程导弹 好了 中国国防部犯人 吴谦就说 这是很危险的 严重威胁地区安全 那就不会比你威胁地区安全多的 那么 如果付诸实行 中方必定坚决反制 美日不应该去任何幻想 你怎样反制呢 我想请问 人家在日本 握着整个导弹关是鬼事 哎呦 有什么威胁到 怪怪事 现在射你吗 你怕被人射吗 对吧 用回香港警察所说 你没有犯错事 你怕被人射 怕被人放导弹 对吧 对吧 那么 你可以怎么反制呢 打人家的导弹 我想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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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日本军舰自己就钓鱼台走来走去 就被日本就说 这个是家劇局势紧张 吴谦就说 钓鱼岛和附属岛序 中国固有领土 那不用说话 那你说你的嘛 那我那你就上去咯 他说 中国舰艇的附近海域行动 就完全正当合法 日本无权说三道四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那 那美国的舰艇在台湾海峡 就是因为台湾是容许的 那呢 所以 也是完全合法 你也无权说三道四 那么 那蔡英文呢 就在星期四 就和 日本的防卫大臣 就回了面 就谈到保安问题 那么 那蔡英文当然就说 强调了 台湾就是第一岛链 关键 希望和日本的深化合作 就是这样的 那么 那究竟具体怎么做呢 这个就要再 再再看了 但是 日本 台湾 美国 韩国 中国在印太那里 成为一个重要的联盟 这个就事在必行 那么中国是怎样的呢 中国是没有的 中国又联盟了 巴基斯坦 俄罗斯 北韩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好了 首先我们看看拜登 见完习近平之后 会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第二 看看Nancy Pelosi 是不是真的去台湾 第三 我们继续看看台湾 和日本方面的合作 会如何深化下去 今次的节目差不多 多谢大家支持 我们明天或下一节的节目再见 谢谢拜拜 支持我的节目 订阅 加入Patreon 谢谢 下集再见 拜拜